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2024年春节的临近 一年一度的春运拉开帷幕 据统计 2024年春运期间 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预计达90亿人次 将创历史新高 其中铁路方面 预计春运期间将发送旅客4.8亿人次 日均发送旅客1200万人次 与去年相比 同比增长37.9% 北京西站客运车间 为了保障2024年春运期间 旅客们能够平安顺畅出行 早早地便对客运员们展开了相关培训 王琳娜作为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西站客运车间业务指导 它比其他客运员更早进入了春运期间 全天候待命的状态 据不完全统计 北京西站的旅客发送量 在全国的铁路客运站中位居前列 单日最高可达26.2万人次 这其中有很多行动不便的旅客 都需要进行重点照顾和服务 王琳娜是北京西站036服务品牌的 第五代传承人 二十多年来 她积极总结和践行着 诚心待客热心服务 真心助人实心爱港的036精神 用热情的服务为旅客传递温暖 036一个是重点旅客多 包括老幼病残孕这一块 一些出院的这些重点旅客 会陡然地增加 大家都着急回家过年 然后病也没有完全好 这时候就需要更多的轮椅 担架去护送他们 因为其他后车室 可能会有煤车的时候 但是我们这个036是 每一个车次 我们都要进行 这个重点旅客的检票放行作业 所以就是在24小时是不关口了 从北京西站北广场进站 乘扶梯刹二层 专为朴素重点旅客 提供爱心服务的 036后车室格外显眼 王琳娜是036服务品牌的 第五代传承人 她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有困难 找036的服务承诺 曾获得全国武艺劳动奖章 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等多项荣誉 那么王琳娜是如何加入到 北京西站036后车室的 在这里 她与旅客之间 又发生过哪些温暖的故事呢 1983年 王琳娜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 她从小就对火车 对铁路有着特殊的感情 1998年 王琳娜考入石家庄铁路运输学校 四年后毕业 被分配到北京西站客运车间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和锻炼 最终成为036后车室的一员 但是那个时候 王琳娜还并不知道 036后车室的真正含义 之前有个大牌子叫 有困难找036 不明白什么意思 然后通过跟师傅们的学习 渐渐也知道了 036最早就是 北京北站客运服务员 李淑珍的胸牌号 然后她以一片真心 一片热忱 为南来北往的旅客牌游解难 赢得了广大旅客的认可和赞誉 全路的客运系统 发起了向036后学习的倡议 036也是因此得名 1992年 李淑珍退休后 她将036号胸牌 传给了徒弟宋敏娟 1998年 宋敏娟从北京北站 调到北京西站工作 从此 036精神在北京西站生根发芽 随后 第三代036客运员胡宗英 第四代036客运员王凤莲 都将036精神代代相传 1999年 北京西站将服务老幼 并残运重点旅客的 二号后车市 正式命名为 036后车市 036也从一个人 变成了一支十几人的队伍 王凤娜在加入 036后车市后 迎来的第一个春运 至今仍让她记忆犹新 当时 正值春运客流高峰期 一天中 单是需要轮椅接送的旅客 就有一百多人 而专门负责接送 这些行动不便的旅客的 客运员只有两个 那个时候 从后车层到站台层 还没有加装直升梯 所以每接送一位乘坐轮椅的乘客 王凤娜和同事就需要走上十多分钟 每个班上下来 要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步行近二十公里 在送当时最后一个轮椅的时候 这个老人就抱怨我 这个送得太晚 走得太慢 没有服务好 后来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委屈 然后回去就跟师傅说 说咱们就是辛辛苦苦 送了一天的中间旅客 然后旅客都不能理解咱们 就是送得晚 是因为前面还有其他 比这个中间旅客 要早开车的这个重点 但是师傅就开导我 他说我们越是忙越是累 越能够说明有更多的旅客 需要我们去帮助 然后才能体会到 我们这个036的服务的意义和价值 事情虽然过去了 但是王凤娜却始终将接送重点旅客时 客运员行走时间长 作业量大 体力劳动强的问题记在心上 后来他牵头自主研制了一款电动轮椅 很快变成了北京西站 036后车市的一个新亮点 这个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双人可操作式的电动轮椅 主要是在我们普通的 这个轮椅的基础上 加装这个动力的一个装置 旅客坐在轮椅的前部 然后在后面加装这个座椅的装置 我们工作人员坐在后面 能够更加便捷和快速地到达站台 有了这款电动轮椅 不仅提升了重点旅客的接送效率 改善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同时还大大缓解了客运员的工作强度 2012年 王琳娜凭着过硬的业务功底 和对旅客热情周到的服务 正是接过师傅王凤莲手中的接力棒 成为北京西站036服务品牌的 第五代传承人 在王琳娜的带领下 如今北京西站036后车市 已经发展成一个由48人组成的团队 分布在各个工作岗位 进站口绿色通道 车站大厅 电动扶梯旁 都有036人的身影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为了方便服务旅客 王琳娜带领班组成员 先后开辟了多种线上平台 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咨询和预约服务 如果说036后车市 是我们服务的前沿 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后台操作系统 旅客通过1236 以及我们的微博微信下单以后 1236对我们进行一个派单的工作 我们接到单以后 会和旅客进一步地进行一个沟通联系 核实清楚以后 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 去进行重点旅客的一个接送工作 喂 您好 您好 是范先生吗 您好 我这里是北京西站 我看您预约了一个 1月20号成的高893次 北京西到郑州东 需要北京西站提供帮助是吧 咱这边具体需要什么帮助啊 轮椅是 您是自己有轮椅 还需要咱北京西站提供轮椅啊 那好的 没问题 反正你到了以后 您给我打电话 我找人出去接您 像这样的预约求助公单 北京西站036后车市 每天会接到上百单 旅客们的需求也是各不相同 这天 王琳娜和同事收到一个求助信息 是一位携带到王犬的盲人旅客 从北京西站乘坐高铁出行 需要客运员引导服务 得知这位旅客会搭乘地铁 到达北京西站后 王琳娜和另一位客运员 早早地便等在地铁出站口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闸铁门口 等于北广场出站口 您跟工作员说一声 因为我们这个地铁里头进不去 来了吧 您好先生 我们是西站工作员 来接您 是回家过年吗 出去玩一圈 出去玩一圈 现在我们每天 就是送这些盲人的朋友 大概每天都能有 尤其是到春运的时候 一天能送二三十个盲人 尤其是在这种火车站 然后地形也比较复杂 可能如果他们自己走 找也找不着 然后上车也是危险 像我们现在 就从他们这个 不论是做什么交通工具来 提前给我们打电话 进行一个重点旅客的重点预约 我们就会到相应的指令地点 去接他们 然后接到他们以后呢 给他们送上车 这位旅客和其他盲人旅客 稍有不同的是 他带了一条导盲犬一起乘车 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 持工作证明的导盲犬 可以随身携带 在这条有温度的规定背后 从旅客提交预约服务申请的 那一刻开始 接站 引导旅客上车 安排座位 照顾导盲犬 中途提醒 到护送旅客下车 将形成一个温馨 安全 舒适 完美闭环的服务流程 他想调一个前台 就空间大一点的 然后 就是是吧 就是是吧 你妹妹要支箭带了是吧 我支箭带了 我们看一眼吧 然后郑州东 然后 对对对 你扶到我 不是 哦 不来 走了走了 上车了 对对对 这边 对 我弄一鞋 但是就是有一点 好 就坐 OK 这样的话 您坐在前边 然后这儿空间会大一点 行 行 然后您的行李箱 我给您放在这块 行 好 我的包就放在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 这儿有个 这儿有个行李架 这儿 这儿 这前面有个行李架的 是15F 对 它15F 那就刚好这个位子 你有什么需要 你就找个我们列车 列车药 行 行 好的 好嘞 然后开水喝错 都在那边 好 先拍 我划不来 怎么看 我老婆前拍 就只拍它 好 好 来 好 谢谢啊 没事 如今 北京西站036后车市 在王琳娜的带领下 涌先出了一批 又一批先进个人 036班组 先后荣获青年文明号 全国武艺劳动奖状 经国文明港 等多项荣誉 而036也成为旅客心中 一个意义生辉的金字招牌 在北京西站036后车市 绝大部分重点旅客都是提前预约了服务 但是仍然有一些旅客 因为不知道北京西站可以提供爱心服务 或者不清楚预约途径 只能到了现场才来求助 春运开始后 人们务工返乡 旅游出行 走亲访友 这让北京市区的主干公路 车流量明显增大 很多旅客都会安排好时间提前出行 让王林娜感到棘手的是 这两位旅客前来求助时 据他们将要搭乘的列车发车 只有10分钟的时间 在这两位旅客前来求助时 这两位旅客的旅客 是要搭乘的 这两位旅客的旅客 是要搭乘的 这两位旅客的旅客 是要搭乘的 这两位旅客的旅客 躺在单架上的旅客 行动完全受限 丝毫不能动弹 再加上列车车厢空间有限 所以这次运送 让王林娜和同事倍感吃力 太脚像了 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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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稍微早来一会就好了 太脚了 太紧张了 真是不好意思 这个 我挺的 干 那个 先把行李拿上来 然后单架卸下去 不能坐一下吗 坐不了 不能太平坦 先平坦 不能坐一下吗 你这边怎么办呀 开车了 对 你要不先 要能先坐 先坐上边 快点 接下来 接下来 当一切安置妥当 所有护送人员全部下车时 耳边也响起了发车铃声 在王林娜的印象中 像这样的紧急求助时有发声 虽然整个服务过程 可能只有短短几分钟 但是对有的旅客来说 却性命攸关 我记得是出生13天 这边的一个小婴儿 然后通过联系我们 然后到武警医院去做这个心脏的一个手术 当时时间非常的紧迫 而且当时他带的是制氧机 因为制氧机断电超过这个五分钟 这个孩子就有生命的一个危险 我们让救护车开到我们的这个专用通道 但是他找不到 然后就只能停在我们的北广场 最近的公交车站那 从站台到北广场公交车站 将近一千米 王林娜立即规划了一条绿色通道 带着工作人员 开始了一场于死神的赛跑 因为我们也是工作人员 非常熟悉我们自己站内的一个环境 然后引导包括旁边的旅客 可能都禁止穿行 然后以这个小婴儿的这个为第一 然后平安地送到了救护车 车上还有一套这个治氧的系统 到这个救护车上 然后赶紧再插上 仅仅用了三分钟 所以那个时候 就那件事 就是到现在我回忆起来 都是非常的紧张 然后也是觉得 就是帮助了这个孩子 能够帮助到这个家庭 在日常工作中 王林娜经常要求客运员 除了完成重点旅客的求助任务 还要养成多看多问多想的习惯 因为一些旅客尽管身体无恙 但是却处在特殊的情绪状 状态或心理时期 一旦没有被关注到 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一次 后车室里的一个独自玩耍了很久的小朋友 便引起了王林娜的注意 小男孩自己在后车室玩 其实他自己不自己 大家看不出来 后车室说都是有一堆旅客的 然后可是越到了晚上 就发现为什么他还一直都在 后来就发现就把他叫过来 然后刚开始小男孩都不说话 然后找家属也没有 我们就觉得这小男孩非常不对 然后最后从他的书包里头 发现他那个有学校 然后联系到了学校老师 小男孩呢就是想 因为跟他妈这个吵架了 然后就是想回老家 就离家出走了 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学校 找了他母亲 然后最后呢 把这个小朋友领回家了 二十多年来 王林娜真诚踏实地服务在 北京西站036后车室 这个平凡的岗位上 他凭着对工作的热爱 对旅客的关心 将036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架起了铁路工作者 与旅客之间相互信任 相互理解的桥梁 在新的时代呢 我们也赋予了036一个新的内涵 0呢代表我们与旅客 0距离的一个服务 3呢代表我们的 温馨出行 方便出行和便捷出行 6呢代表老 幼 病 残 运等 其他特殊的重点旅客的 6类人群 随着高铁的出行呢 越来越便捷 有很多的旅客呢 选择我们这个高铁出行 所以呢我们也要 随时地做好准备 为这些旅客出行保驾护航